房车挺好 接水电还有下水 一般如果是full hookup 就是有接水电跟下水的地方 就是接电的电桩 一般的营地都是有30安培 有些营地有50安培 然后再有一些营地呢 就会有20安培 或者甚至是15安培 我们的房车是30安培的 20安培跟30安培 现在是开开的 接的这个呢 是surge protection surge protection 我建议要买稳压器 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就是当你这个电桩 营地里边的电桩 如果电压不稳的时候 它会有可能烧坏房车里边的电器 我听说有的碰到闪电的天气 影响电桩电压不稳 就把他们家的空调给烧坏了 你要是安了这么一个稳压器呢 它就起到这个作用之后 它一旦有感觉电压不稳 或者电压有异常的话 它就会跳 电压就不会出送到你的房车里边 这个牌子还是挺好的 有点小贵 但是我觉得还是值 因为要是修一个电器 这个房车里面电器要是修一下的话 也是挺贵的 我们呢也上了一个锁 这样把它锁起来 会比较好一点 两个20安的 这个20安赔的是用来干嘛的 这个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做 但是我们觉得这么做还是比较方便 这个电线这样接过来 接过来以后呢 这样就接在房车外面 这样就不走房车里边的电线 我们就是喜欢在外面做饭呀 然后直接接电线 在外面做饭方便 油烟什么味道 不会到房车里边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电线呢 也会就是说少走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做的什么东西 这里边是做的pasta的酱 用一个电炒锅 然后有电热水 这个呢 就是一个做米饭的 我们用它煮鸡蛋 煮意面 再就是电烤箱 这个电烤箱也很好用 比较小但是够用 一个小的吃起 pizza都可以烤 这个电烤箱就是买一些 从超市买一些冰冻的东西 都可以拿来烤 也是挺好用的 介绍完店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看 水 上水就是房车里边用的清水 怎么样来接 我们是买了一个水的过滤器 这个地方呢 是买了一个叫三通的 它出来两个管 这出一个管 这出一个管 这个管呢 接的就是 接到我们房车里面 带过滤器的 这个管呢 就是 这个白色的管 就是另外接了一个这种喷头 就是你可以洗东西啊 想喷一下 就等于是这三通 分出来两个 看这一块 这是个三通 这个地方 这一块 就是一个控制水压的 就是让它的这个水压 都在正常的压力范围之内 这个水管 我建议大家买那种就是可以喝水 有的水管它是那种 garden hose 但是有的水管 它是专门接这种 可以饮用水的 在水桩上接好 然后蓝线过来 接到这个 city water connection 这就是接到 房车里边 可以直接 开开水龙头 就可以用 建议大家买一个 这种90度的 弯头 因为这个水管的这个 头这一块特别硬 你要是直接90度这样 插上去呢 它这一块 会容易坏 你要是弄一个90度的弯头 这个方向把它插上去呢 它这样就不会容易坏 然后这边就是接电的 然后再就是下水管 下水管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专门插下水管的 下水道 下水管插好以后 这样流出来 这个头这个地方 尽量买一个透明的 虽然在下水的时候 看得比较清楚一些 你不想看到的东西 也会看得很清楚 但是至少你可以看到 如果开始水变清了 已经没有黑黑的东西了 就证明已经把它冲干净了 水管线呀 都是买的比较长的 就是防止有的营地呢 它的停车的位置 你要是想找平 停车的位置 可能离着这个插水电的比较远 所以我们就尽量线都买的长一点 这样都能够得到 接水电和下水 其实都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也试过Dry camping 我们每次把房车开到美国以后 前两天都会Dry camping一下 去Harvey Halls的一些 比较方便的location 睡一天到两天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一般要去的营地 都离多伦多比较远 所以我们就是可能一天开不过来 一天要是想开过来 也是就是开时间那么长 所以我们就在中途会休息 一天到两天晚上 所以我们就Dry camping 就是说不插水电 不插下水 所以一般新的房车 买新的房车 它都不会给你带电池 它也不会强迫你 买电池到房车上 但是我觉得电池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尤其是夏天 冰箱是可以用电池来供电的 你要是买一些东西的话 一两天Dry camping 你也不想让冰箱里面的食物变坏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说 房车里边的电灯 都是用电池来供电的 而且你在开车的时候 把房车插到车上 车也会给房车继续电池供电 如果你像我们现在 把房车插到这个电桩上 这个电桩也是会给电池继续充电 这样等我们需要Dry camping的时候 我们的电池是满的 因为有时候你不一定需要什么情况 有什么突发情况 你就需要用电池 你至少知道有一个电池 在那帮你供电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叫Fresh Water Connection 这个是专门给清水箱 接水用的 你要开始上路了 你上路以后 你可能你水箱里边不想带水 因为水还是很沉的嘛 尽量上路之前都要把清水箱 黑水箱灰水箱都要放干净 可能会带一些一点点清水 以防不时之需 你要是要用清水箱里面的清水的话 一般它房车都带一个Water Pump 一个水泵 你要把水泵打开 这样水才能供给到你所有的水龙头里边 你要是用城市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把水管直接接到水桩上 这样用城市水供应的话 不用清水箱里边的水 你其实是不用开水泵的 这样就直接它水都有压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